五千人的联署表达基层民众对于宗教信仰文化观光的支持的力量 那这个联署一旦完成 我们就请我们廖先祥议员在议会中以文资法作为保障 以及五千人的成功联署作为民意的后盾 对议会跟市政府提出要做都市计划变更 那这样子有法员又有民意又有议会的支持 只要议会新北市议会都一致同意 那个跟当时台北市议会同意的情况 那这样新北市政府只要一旦启动了都市计划变更程序 这块机关用地是国有财产局的地 就现在这个分局的地 只要新北市一改成公园用地 那这个程序完成他们就可以搬到新的地方 那这样子这件事情就圆满了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